中国南篮队阵日本队,南篮全队开场,彻底的杀疯了,失业栏目入,一万日本球迷在现场看着是鸦雀无声 好了,咱们看到这场比赛是2023,世界杯现场 咱们的球权,现在是怪轮 在强传,哇,篮下对抗 一开球就造了犯规 看着球,镜头给了对方的犯规,咱们的前场球 手指数传起来,还是怪轮抢养护,胡丁秋篮下要球,漂亮得分 胡丁秋两分开局,林比二 赵队防得不错,严密的贴身防守,要球的效果 上来之后打三分球 哦,王正林抢了,好看,挂了,继续 继续弹球 到篮下,篮下强打,勾手,漂亮 胡丁秋再次打分,0比4开局 我们赵队,继续继续贴身防守 好,王正林,对注意篮下 王正林,对注意篮下 这玩意传球了 传球了 赵队生呢 对 Jade 这玩意传球了 我们党超 更金 孜 完了 我们走 哎呦又是胡锦秋啊 锦秋无效 赵卫上来 胡锦秋下来休息 胡锦秋打得挺好 为啥又把胡锦秋换下去呢 锦秋上来是连得了这个四分 赵卫前场继续防守 周鹏防到三分线 王智能也是防出来了 和赵卫打一下掩护 被强断了 来一下强打 球 看材贩怎么看两分啊 是犯规吧 最先确定一下啊 给到对方主角链 对这本来的犯规 被怪轮两个罚球 上篮被造犯规 怪轮这个开局 三分钟的时间 累的是 热泪盈眶 热泪沸腾 这本队还有韩奥队 特别耗挺的 他们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想要追上他们的速度 必须女帝 比他更快 这才行 好 对方 对方是继续换人 8比0 一个球也没进 对方主角也着急了 持续换人 好 把球发出来 对方的中攻 起来了 哇 这个球 这个球 终于是打进一个球了 2比8 好继续看过来轮推起来 传球 好 把王仁人拦一下单打 上篮不撞 没有造犯规 才看没有吹哨 要把他发去反坡 赵瑞防住 好 进来了 空位三分 哎 好给他赵瑞啊 台球 台 手就是个三分球 大分上刷了 26分钟 11比2 好球防得不错 小球 手工人家球防了下来 好 请让篮下强打 这球没有中 你猪膨上哪儿不中啊 好 跟过来防到三分线 看赵纪尾 对方是直接打了 好球 防下来 还是对方的球权 过来轮跟住 对方上篮不中啊 抢篮板 我再回来看过来轮 这个球 这个球 传起来 赵纪尾再分 开手三分球 漂亮 赵瑞连续的三分球真的是打疯了 开局领先到10分 4比14 到篮下 到篮下 这个球晕掉了 超连三分球不中 还是咱们的篮板球 赵瑞篮下强打 王之联补篮成功 16比4 日本类交战 地方主要很着急 外来的荷山 黑面镜啊 地方很紧急 这战品 这个球 蓝蓝打的还是非常猛的 这个状态上呢 咱们领先到12分了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咱们看周期还没上场呢 咱们就已经领先这么多了 叫暂停回来 孙明辉 孙明辉的贴身防守 胡金秋 中锋 防守三分线上来 不让他轻易地传球 单手上篮不中 拿下篮板球 对方右手机就犯规 对方右手机就犯规 比较对方主角亮一个特色镜头 继续的手机手摊球 来挡拆啊 看孙明辉的球怎么分 对方的那个两个人夹击孙明辉 对啊 那两个人一上 一上防守 球就掉了 对方空位三分球 七分 打空位啊 你上来防守 你不防守行吧 你还是看赵瑞 这球甩得太狠了 还剩9分就被对方追上了 还有4分钟 好 好 虎平轩防得很快啊 无钱 对无钱防一包 看看无钱的防守 看一下单调 回来 回听球 防住跟防 到篮下 漂亮 将球成功的防下 现在是赵瑞 好 达到 哎 人俊飞 这球没提起来 对方又换人了 十六比七还是九分 三分钟啊 三分四十秒 对方 来一下有对抗 怎么回事 进度反正给到 赵瑞的这个 镜头 哎 好球防得不错 金球篮下 强打的分 十八分 这球上了不错啊 对方手对手 小传球回首带来防 对就是防的三分线 你进来我就关闭口袋啊 你只有是投外线的三分球旅行 我这球出去犯规了 我们现在是领先到了十一分 上蓝不中 这个球无钱 对方的前场球啊 出界了 这个球又是出界了 继续的联阀 跑球 还有赞球全 回应就是成功的将球盖了下来 对方的前场球啊 好球 放下来 你 我 我 我 好像 速度非常快,单调篮下,赵瑞强起 赵瑞强起是造了个犯规 本以为躲过了对方的防守 对方又跳起来给了一下 就是打胡子 还是犯上了 他是有意的去防守 对方就是直接换人 守法 命中再来一个 面具难度上来了 好了,看一下赵瑞的罚球 漂亮啊,20分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 赵瑞的跟防孙明辉跟上 怎么这个速度啊,真的是非常快 找到结果来 挥手,直接投了 打到了面具难的脸上 他这个戴面具确实有点影响他的视力 孙明辉直接吸引了两个火力点 看赵瑞又是三分球 出界了,对方的球权 胡静秋抢得比较猛 需要防守三分线 对,无前篮下 差点把胡静秋给晃过去 抢篮板 你给了无前一个犯规 你才卖吹的还是比较严苛的 对方发前场球 应该是打三分的 来一下可以美机会上篮 对 对方就想要打三分球 我再传回来看赵瑞 胡静秋过来 哎,好球,这球不错 过来掩护之后呢 两次传球直接自己打了 三分球 空位三分给他机会分打不住 早上没办法 嘿嘿,好球 我自己给晃倒了 金秋再传球 被对方打出界了 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这球感觉太难打了 给到日本队的教练一个特效镜头 7比22 我无前看着球 再传给孙明辉 我来一下单打 两个罚球 现在是日本队五个犯规了 孙明辉的罚球看着怎么样 哇,阻挡带这个拉拽啊 不得不说对方这个动作太大了 最后的59秒看孙明辉 找机会啊 稳住,哎呦,崩出来了 再来一个 对方这个外缘还真多 弄了五六个上来啊 好,孙明辉是两罚中一 双方都没有换人 比赛继续 好球 这个球给大飞犯规了吗 日本队的犯规 日本队的犯规 咱们继续上罚球线 哇 看一下,刚才这是张正琳上来了 再穿篮一下,金球漂亮 哎,进球无效 进球无效,这样的话呢 是 这里罚球了 哇,这个比赛就打不完了 这第一次怎么就开始这个犯规战术打法了呢 看一下胡静秋的罚球 两个 好,首罚命中啊 再来一个 看一下金球 走你,漂亮啊 胡静秋两罚都有25比7 哇,抛球 哎,好球来了 哇,这个极限上篮太牛了 强单上篮,两门领先20分 周期都没上来 就把日本队打成这般模样了 你说你还怎么打 完全不在一个断位上感觉 这个球是给张正琳犯规 张正琳跳起来是打到了对手 这个球2加1 啊,这一个犯规把对方送到这个 得分上双了 得了10分 当时很多这个球迷对 呃,七号的表现并不是太满意 还是太青涩了感觉 好,说明会直接进来 赵瑞等的就是三分球 好,说明会自投自抢 我的天哪,太帅了 29 29比10领先19分 啊,第一节就给日本队上了 结结实实的一刻 大家订阅这套比赛怎么看呢 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本期更新精彩的篮球赛事 下期节目怎么不见 不散 不过 拜训